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动一时的事儿 从喝咖啡到喝白开始一句话概括 香港林郑公署是香港独立职把的专职反派机构 成立于1974年2月15日 说起林郑公署 香港当地人会笑着说 喝咖啡 这是因为林郑公署刚成立时从英国引进一批警务人员 他们在邀请证人调查时会问调查对象是否想喝杯咖啡或茶 众多涉嫌贪污被调查的人不愿对别人说自己被调查了 就说自己只是去联署喝了杯咖啡 久而久之 喝联署咖啡就变成了被联署调查的代称 不过 白云又在接受采访时说 现在已经没有免费的咖啡喝了 改为喝白开水了 在香港 联署公署是与所有政府机关脱离的独立反贪机构 它机构独立 人事独立 财政独立 办案独立 具体来说 联署公署不立属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 其最高官员联署专员 由香港最高行政长官启明 报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 联署专员有完全的人事权 署内之约采用聘用制 并不是公务员 联署经费由香港最高行政首长批准 后在政府预算中干涉拨付 不受其他政府部门截制 除此之外 联署有联署公署条例 防止贿赂条例 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等赋予的独立调查权 包括搜查 扣押 拘捕 审讯等 必要是亦可使用武力 而抗拒或妨碍调查则属于违法 可以看出 联正公署的权限是非常大的 联正公署有逮捕的权限 不需要拿手令 直接就可以逮捕 实现是48个小时 邱书春这次被任命为附联正专员 同时出任执行处首长 其实联正专员行政总部的执行处是核心部门 主要工作是接受市民举报贪污和调查 怀疑贪污的罪行 执行处首长下有两位执行处处长 分别管理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 清述春 此前就是负责私营机构的处长 传说中的L组今年6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纪委副书记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杨小杜 在北京会见专员白云肉 同日上午 中央纪委副书记 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李书磊 与白云肉进行工作会谈 就两低价险反腐败交流合作交换意见 杨小杜会见白云肉连正公署 也强调对腐败林容忍 据了解 大道对行政长官 谨证连正专员的彻查 小道兵营馆一名资源 向死者家人索要几十块的红包 都是连正公署曾处立的案件 白云肉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 林容忍就是说 你收的钱 无论多少 我们都会调查 因为你很难划定一个界限 务实快是多还是少 就流程而言 连正公署主要的任务 是调查 调查完以后把材料全部收集齐 交给律政司 由律政司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立法会对连正公署发挥一定监督作用 舆论对连正公署也有制衡作用 那么说了这么多连正公署调查的指责和权利 连署内部人员谁来调查 其实连署对内有自我监督的部门 及内部调查及监察组 也就是常说的L组 L组的历史和连正公署一样长 专则调查 设计连署人员的危机行为和贪污指控 以及设计连署或其职员的非刑事投诉 具体上 有关联正公署人员的所有刑事投诉 不论是否设计贪污指控 只需指挥绿正司司 查 由他决定应否由连正公署 或其他执法机构调查 连正公署必须就所有调查结果 向绿正司司长及审查 他无举报咨询委员会提交报告 香港特首 连正专员均曾被调查香港连正公署 是唯一一个可以对特首进行调查的机构 2012年2月28日 香港连正公署宣布 决定立案调查香港前行政长官曾应全 有没有触犯防汇条例 或公职人员行为不当 香港连正公署直接对特首负责 调查特首对于连正公署是破天荒 曾应全成为香港历史上第一个因为贪污 而被连正公署调查的行政长官 经过三年调查 连正公署确认 并对曾应全做出三项罪名解控 包括一项行政长官 接受利益罪和两项公职人员行为适当罪 中间为曾应全去年2月 经过28天的审讯后 九人组成的陪舍团裁定三项罪名中的第二项 公职人员行为适当罪罪名成立 被判求二十个月 这里有一个背景 2008年香港立法会通过了防止贿赂条例修订 赋予香港连正公署新的调查权力 将原来不受规管的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 满入条例规管的主要范畴 包括以贪腐手法索取及接受利益 以及拥有来律不明的财产等行为 同时 香港基本法规定 如果出现特首被投诉涉贪的情形 连正公署的调查就直接向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报告 在律政司司长对调查的情况进行了解合讨律之后 会向特区立法会交代 也就是说 连正公署关于特首被投诉贪污的报告不会被特首知道 除了调查香港行政特首 连正公署还调查过连正专员 2013年5月 连正公署发布声明 鉴于有关前任连正专员汤写明的投诉 引起公众关注并涉及公众利益 决定由现任连正专员白韵 又成立一个由他亲自领导的调查小组 就汤写明及其他人员展开刑事调查 这是连正公署成立40年来 首次调查卸认的连正专员 2016年1月 香港特区政府绿正司公布 决定不对连正公署前连正专员 唐写明提出行事检控 当时 绿正司司长袁国强表示 所有被调查的事项 却没有充分证据 可以提出行事检控 资料香港连正公署官网 人民网 澎湃网 中国际检检查报 黄卫师北京青年报告对象战 中文字幕提出